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办公室今天发布了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 这是中国政府第三次公开发表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报告 在发布会上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肖卫明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79项具体成果 百分之百落实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 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五大类 76大项 279项具体成果 已经全部以计划进度完成 这个向我们第一届高峰论坛的与会各国 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也向第二届高峰论坛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此次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 从客观理性公正的视角对五年多来的实践 进行了总结以其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了解 该报告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等八种语言发布 报告中引用各种数据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果 2013到2018年中国以沿线国家货贸易进入国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4%高于同期中国外贸的整体增速 占中国货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7.4% 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 据介绍下一步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走深走实 从基础设施贸易资金这种有形的互联互通 进阶到各相关国家政策标准规则的对接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非恢复作者福尔iah》